不要抓着边线不放 大家就喜欢抓着边线了 抠死了 我给你死 那个就是画画不能进步的一个大障碍 就是边线 因为你抠死边线就没有虚实 你就看不到深浅 你要画油画 画写实油画的人 因为现在有什么比卡索 马蒂斯一堆 画几条线条大师那多少钱 所以就这个写实的就被忽略了 大家不去研究达文西 不去研究安格尔 不去研究米勒 更不去研究十九世纪的那些画家 但是在美国 在我去了 我看到一些他们的画廊 实际上美国的画廊 大部分还是卖写实的 画风景啊 人物啊 但是大部分都很熟悉 那个画面熟悉 那个内涵看不到 然后呢 技巧很表面 不是画写实没有前途 我们不要看那个报章杂志 那个电视台报的新闻 那个拍卖新闻 那个是偶发事件 新闻事件 但是有很多画廊 每天都要开门 都要打烊 都要生活 那是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这张作业 是要你去注意调子 注意深浅 注意 不是让你去勾边线 这个勾边线 我用这样的光线 用那个纸板 中间挖个洞 把这个光线集中在前面 你们要懂得我的用心良苦